超大環形舞台 20位烹群马学辣妹 舞台上火辣热舞 对面摊位不甘示弱 立刻祭出性感高差紫旗袍 22位火辣showgirls牛腰百臀 大秀S身材 台北国际电玩展开幕 不知showgirls尬场尬的太凶啦 规模也在创新高 经典的紫色游戏龙 就高高的站在舞台上 来看到今年的电玩奖当中 气势规模最大的就是神魔之塔 不但一口气包下了超过300个摊位 看到在主台上面 还有来自香港 马来西亚 跟台湾的高手同场PK 常常经理耳朵配上银白头发 30位游戏角色一字排开 让现场玩家全都嗨疯 全球用户突破1600万的神魔之塔 不只祭出比去年27位 还壮观的神魔女将 虚宝也送到手软 为了要抢这一年一度 宝石大放送的机会 才上午的时间 立刻挤进了上千位 民众试玩 不只排队的时间也要玩 主战场环形阶梯舞台 一台台手机与电视荧幕 让48个玩家同时对战 冠军能赢得500颗魔法石 价值台币15000元 电玩战期间 送出的虚保价值预估 比4亿元台币还要高 欢迎来到电玩战 我们陪你玩游戏 随手扶持人妹 甜甜陪你打game 今年大陆厂商崛起 推出最新的卡牌游戏 卡牌公主跟主人一起闯关 台湾业者也不甘示弱 那个有大绝 1234开放大绝 游戏角色化身霹雳人物 瞬间使出大绝招 研究机构最新统计 今年全球游戏市场总产值 高达919亿美元 年增率超过12% 其中在手机平板上玩的行动游戏 就占了300亿美元 比主机游戏金额还高 但民众还是各有所好 这最期待的游戏是哪一个 神魔之塔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玩这个游戏 平常那很贵的时候 然后现在都松了 你们比较期待哪一种的游戏 TV的 TVCAP 为什么 因为它萤幕比较大 用电视玩会比较好 抢工寒假商机 电玩展厂商大推新游戏 就比谁的精彩 最能吸引玩家目光 记者 范云珍 董立豪 吴国豪 台北报道 哇 很热闹吧 送出4亿元的宝石 真是羡慕 那我们赶紧欢迎宣哥 我们没算的 不知道4亿元的宝石是什么意思 那宣哥赶紧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因为融资你看吧 一点都出不来 那2月份的工作交易日 刚刚跟大家报告 真的只有13个交易日 对 所以就会出现在 2月到3月间 那个位置就变成 因为2月是受限于那个 但是我们讲的量是日成交量 当然你说长假之前 大家还是会比较停看停 所以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那个放量的位置 通常都是到那个点 你们那个9500成 那个融资才2000亿水位 对对对 好小而科 9500点 所以今年应该都会有量 只是说那现在怎么还看不见量 就代表说我们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怎么这样说 我们回到我那个月线图 我们月线图 我们大体上把今年的 我们要追逐的那个目标 给投资票来做报告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 这三年来 台股在这里有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轨道 这个轨道它是建构在 这一个WD上面 第一只脚是欧债危机打造而成 那反弹8170的高点 那是庆祝那个总统连任 之后再打下第二只脚 那个就是郑守税心中的痛 这两个欧债危机跟郑守税 这两个打造了一个长期 长达将近两年的大敌 这个大敌就现在的行情 就是这个底部支持的这个行情 那如果我们去量距离 这样的一个WD 它的技术性测量满足点 技术性测量满足点 应该来到 我画应该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我们量距离的 那这个上升趋势轨道的上限缓压在哪里 也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头头没这样看不清楚 我仔细 我有仔细量过 大概在1万点上面 大概1万点两三百点 大概应该是在那个位置 这个是这个第一季 有量过的 第一季我们认为应该来的目标 就是说这个底部所推升的这个目标 那你说它真的会来吗 我告诉你 路股比我们慢涨 但是路股早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路股过去三年 在2444到1849 打造了一个长达快三年的底部 但是它用半年的时间 从半年从2000点起涨 就涨到这个3400 如果量距离的测量满足点 它应该在3250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上证都在3250 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达标 但是对台股来讲 如果以这样来比 这三年我们是落后路股了 路股已经达到我们该有的那个位置 我讲的是这个是底 你看路股是不是这个底 路股这个底将近三年 那你看它只有短短这八九个月 它这一个你用量距离这样测过来 大概在3250 它已经达标了 所以它现在路股 在那边上下震荡了 消息很多 那台股还在什么 还在赶路 那个应该来到哪里 应该如果跟路股一样 我们应该要来到1万到10500点 这个区间 我们再回到我们那个台股 好 这是第一个目标 那你说 那这样就结束了吗 不是 这是第一季的目标 投资院有 如果你看我们DVD 我们还有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这一个 这一个是9220 这一个是6609 投资院自己算 我们都是很科学的 你就9220加9220减6609 你会得到一个数字 11831 当然这个不是上半年 这个合理上推论 应该是下半年 但是你会觉得 这个数字太突兀了吧 离市场到目前为止 大家敢预测的 因为我这样回顾 好像最勇敢的是美林 不是美林 高盛 10500 年底 10500 这是快11831 这快12000了 这是第二 第三最后的目标 是这一个 投资院看到了 这一个 这一个是3955到8395 这一个的测量满足点 12835 这个更突兀了 哎呦 这个不是接近13000了吗 这个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回顾过去30年 台股在30年的过程里面 我现在讲的这两个目标 全部达正 全部达正 只有一个目标没来 就是这一个9220到3955 这一个测量14485 这一个过去两个都没来过 这个80年代90年代都没来过 那现在 所以我们说 这个我们只是就 就现在 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 这个目标 说不定都有机会 那至少我们等的量 是这一个 这一根的量 这一根的量 不在上半年 这一根量 你看我们现在 主管机关 定出很多政策 你可以开放冲销 开放冲销 第二个 它不限额度 它额度大开放 就是单一个股的额度 从4000到8000 再来还有什么 要开放那个涨跌股10% 还有要开放 这个大陆的 这个大妈可以来开户 这种种 这个都跟量有关 这个都会落在下半年 所以那个通常是下半年 说不定 那个12,3 那个说不定是明年 明年上半年 就是总统大选前后的 那样的一个目标 这样投资认为 那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现在第一季 有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全世界 都有一个共同的转折点 在今年的3月 所以3月份 应该是一个 达到一个阶段性高档以后 会出现全球在那个地方 会有一个震荡整理的 一个阶段 就是3月份 就是我们讲的 金融海啸爆发的89个月 还有这个后面 这一波起涨 就是那个开放冲销 34站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看看周线 台股的周线 把这一段 我们把它放出来 投资认为 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到了 这一个底部 它的测量满足点在这里 这一个是上升趋势轨道的上限 你看这个 在不久的未来 它交叉在 这个我特别做一个标 就是底部的测量满足点 跟上升趋势轨道的上限反压 两个交叉在不久的未来 不久的未来是什么时候 如果这里如尾时间就21周 21周 21周从哪里算 从10月份的8501算 那你说这21周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礼拜是第15周 这个礼拜是第15周 那也就是说 从下个礼拜起算 才有6周的时间 6周的时间 它会好像约好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礼拜 很有可能要过着 那就3月啦 就3月啦 就3月啊 所以那个地方就进入一个 赶顶的大震荡 赶顶加拉回整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3月会一个 哇 3月份次之 3月份会出现一个最高点 但是又会出现一个 拉回黑黑的低点 所以你就要把握 这个3月前的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是比较安稳的 但是大家不来 但是冲上去创新高以后 老实说就戳了一旦 所以难怪不来 大家喜欢冲浪 对不对 那我要讲的是 你看从9593跌下来 跌到8501 这里跌了15周 从8501涨到这个礼拜 是第15周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大胆讲 如果这是一个多头趋势 那跌15周 15周内 要创高 15周要创高 大家说 不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吗 我告诉你 这个礼拜就是第15周 创高是创多少 9593 今天收多少 对不对 今天是95多 剩下礼拜四礼拜五 这两天 它的涨幅 我们今天收 已经收到 一月份结束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9510 对不对 这样两天是差 93 83点 明后天 只要涨幅超过83点 就过高 对 就15周过高 过高就停了吗 不会 它过高会往上冲 那过高以后 大家就没有疑虑了 为什么 这过高了 过高 你在看空 你就得认错 对不对 还没过高 你还可以拗 拗 没有啊 我看空 只是还没下来而已 过高 你就没有话讲 以前我们 跟人家争辩了30年 看对看错 看好的 什么时候赢 看好的 我如果看对 要请我吃牛肉面 过9593 明天你就要请了吧 看坏的跌破8501 我请嘛 逻辑就是这样嘛 就是以这两个点 做标杆嘛 好 当过了这个时候 市场打赌的人 全部输了 看空的人全输了嘛 输了就要认错啊 认错就是什么 还空为多啊 补空的啦 容卷要补的啦 对不对 补了以后 心神 就补空而已 没有 你就会还多 那个力量就来自 以补空还多 那这个力量就冲到 就冲到 目前的这个位置 那事实上 你这样看 事实上我们早在 为什么比较乐观 这个量啊 早在六七周前 这个量早就过了 这个下降趋势量啊 那你说 会不会来到 这样的位置 我这样说啊 这一个点对的是 这一个量 这一个点对的是 这一个量 好 我们这一个量 跟这个量 我们画一条叫做 长期下降趋势量 这是三年 长期下降 这一个叫做 长期上升趋势轨道的上限 投资人员你这样看 只要量啊 稍微再放大一点点 这个量 就会顶到这一条线 是不是就顶到这 那意思就是说 我量只要再放大一点点 一个小比例 我这个量 就会碰到 这个长期下降趋势量 那我的价 就可以碰到 上升趋势的这个上限 所以这样看起来 说不定 我们大胆讲的第一季 万点 看万点 是有机会的 是不是比你讲的 万里无云 如果以今年的时间来讲 我也觉得是万里无云 因为万上面还有 还有相对的空间 有时候因为很多人还空手 听了也很不高兴 对不对 人其实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应该要 更客观的来看待 对不对 不要 我们要的 股市投资 不应该以你的角度来看事情 我做投资人员 我们最务实的是要获利 稍账赢都不好 对 稍账赢就不好 逻辑我们要很务实 看起来 到目前慢慢上来 这个永远是如此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这只是推演 你自己要看 日线图 你看三角形就过了 当然这个地方要过高 这里震荡难眠 那基本上 那时候我们在三角形这里 苦口婆心 对 然后学哥说 一直就是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一路过来 台股算强的 我还说 是不是你感冒 感冒 都没有劲 市场的反应就是 对 敢看高 但是就没事 你看这个量 对啊 这是今年的最低量啊 这最低量 我把它花上来 就在这个地方啊 都没量啊 对 所以现在已经 慢慢渐入加进 你越早 越早调整过来 我想看我们节目的人 可能都是 脚步都已经 已经上了 这个轨道了啦 但是各位 你看我们 你并不代表 全市场 对 我们希望 我们辉煩的 投资朋友 都已经上车 成为 现阶段的赢家 当然会成为 今年的一个赢家 因为我们都比别人 更用功 对 但是我们讲的是 全市场的数据 绝对 如果你是空手人 你不会看 现在的节目 对 所以投资朋友 恭喜你 你应该是市场 到目前为止 还算相对少数的赢家 对 我们总是要把 市场一些侧面的 一些想法 跟大家来分享 但是整体来讲没有 对 不然我们 每次打电话 跟超业聊聊 做什么 对 所以大家很放心 后有 还有很多来者 对不对 OK 那 斌宇先 我们下节目 帮我们简单解读一下 哇 一家公司 一记可以赚 746亿美金 对 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很多公司 有重头戏的 法说即将登场 例如像面板 这个区块 待会我们就 一一来解析 OK 那库克同时也提到 你看 真的很开心 然后呢 他也对他 接续下来的 新武器 新玩具 这个 Apple Watch 充满了信心 因为 穿戴真的是 比较方便一点 那我们也看看 昨天 哇 超级超级 大苹果的财报 人生人海 大批群众 就是在等iPhone 6 与6 Plus开卖 去年上市后 在全球各地 造成抢购热潮 也让苹果上一季 财报成绩 再创新纪录 Apple sold more iPhones in the December holiday quarter than Spain and Australia have people combined it wasn't just a big quarter for the iPhone and iPad maker it was the company